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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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故意隐瞒行程 大安一女子被处罚 讲法律政策之后 很快到认识自己的违法事实了 并愿意进入处罚 通过电视媒体主动向社会公开道歉 2021年圆梦大学助学金正式发放 我们整次上的会员 目前现在已经发放了有1200个的学生 后续根据各地的商务情况 他们继续发放 长春气开返赃大会 14台被骗汽车勿归远瞩 偏早上大约18台左右的丰田高级那个月车 都迈到了青海西藏新疆河北山内等地 首先咱们来说说停车 很多开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每当到达目的地之后 首先寻找停车场难 场地内去找车位难 停车之后等再下来如果没特意进 找车很难 再加上还有些人在公共停车位里边 私设地装地索 不让人停车 再是用各种杂物 花式霸占车位 最简单粗暴就是人肉占车位 这些对于有车一族来说 都是让停车难上加难 为了整治乱停乱放 占用公共停车位等乱象 9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 长春市相关部门将对 全市范围内的违法违规停车场 进行整治和规范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专项整治的对象为 在建城区公共空间内 未经审批违法违规设立的停车场所 整治范围为朝阳区 二道区 长春新区 京开区 中韩长春国际示范区 等12个城区开发区 整治时间从9月1号开始 到11月31号结束 以确保各类停车场 具备相关建设和经营手续 暂自占用公共区域的社会停车场 自行圈地开办收费和非收费的停车场 全部取提 拆除老旧小区暂自设立的地装地锁 起降杆 对医院学校单位 包括起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进行整改规范 据介绍前阶段相关部门组织对长春市停车场进行调查摸底 长春市各类违法违规停车场322个 其中商业类157处 居民小区类104处 单位类37处 学校类2处 医院类17处 圈站类5处 为什么拆除之后 这个控场空院三字圈地 占用公共区域开办停车场 在商圈本身没有土地宣署证明 还有咱们交易事发的停车部位 它有的三字圈到里边 下一步呢 我们讲加大力度 讲组织各城区开发区交叉检查 对这些违法违停厂发现一处 打击一处 守望都市报道 造成停车乱象的一个直接原因 其实就是停车位实在是不够 近年来 随着长春市机动车保有量的 快速增长 很多人家都不止一台车 所以停车位就供不应求了 停车难已经成为 城市的一个成长的烦恼 尤其是商圈的停车难 已经成为困扰大家的难题 治理停车难 到底应该从哪先入手呢 近日长春市就又有大动作了 批复了12个路段 道路路内博位停车收费标准 长春商圈停车位 即将收费的消息 也是引起了市民们的广泛关注 那到底该不该收费 按照什么标准收费呢 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最近长春市批复了 12个路段道路 路内博位停车收费标准 记者在桂林路 牡丹街等街路附近 也看到了已经树立起来的 蓝色收费公式牌 停车位也用油漆 进行了重新标号 对于停车收费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 收费可以增加车位利用率 我觉得挺好 你要不收费的话 这么多车本身就挡到 然后你现在收费 至少能控制一些 我也挺理解这事 收完之后 最起码它就能流动起来 就是停车也规范了 不能乱停 有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 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包括配套措施 和那个人员都没有上 只不过是已经贴出 这个收费的公式 现在还没有进行 收费的一个管理 然后收费之前 会进行一个通知 贴一个收费的公告 然后具体的收费 直接以那个公告为准 记者了解到 在本次批复的收费区域里 还包括胡锡路 开运街等与商圈 有一定距离的街路 以胡锡路为例 它距离红旗街一公里 并且在胡锡路附近的胡同里 有新朝阳实验学校 等三所学校 很多学生家长表示 如果车位收费 可能会造成学校路段 交通的严重堵塞 停车难问题 到底怎么破解 自2015年 长春市政府 停止中心城区 部分揭露停车收费以来 长春市兴建了 数十个公共立体停车场 缓解城区 重点路段停车压力 同时对于未来的 城区停车规划 会根据区域时段 不同类别 深化差别化 停车收费管理机制 也就是说 桂林路 重庆路 洪基街等区域 停车收费势在必行 但是也要让市民 真正感受到 必要性 合理性 和公平性 截止目前 本次批复的 12个车位收费路段的 公示期 已经结束 但是还没有收费的迹象 对此 记者也向相关部门了解到 正式收费 预计将从9月底开始 在正式文件出台前 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费行为 都属于违法行为 可向政府部门举报 首王都市 刘阔 公雷报道 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 比如科学优化重点路段 场所 停车位 另外实施停车收费 建设公共立体停车场等等 这种相关的措施 能够提高车位的利用率 进一步的方便车主 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我们再来关注购房新规 为了满足城市新市民的居住需求 昨天长春房地产协会发布了相关的通知 通知对购房的相关政策措施是进行了调整 这其中人才和农民购房最低打85折 另外还有多项购房优惠政策 8月31号 受长春市房管局委托 长春房地产协会发布了关于 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有关情况的通知 长春楼市新政出台 人才和农民购房最低打85折 同时还有多项优惠政策 一 本年度第三次集中工地以棚改用地 租赁住房用地为主 原则上不在供应住宅用地 二 为防止开发企业资金不足导致烂尾 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 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保函 物业维修资金账户余额能后抵扣交存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长春城区开发的楼盘项目 不再缴存为借款人承担阶段性担保的贷款保证金 三 各城区开发区和市值有关部门 将及时公布房地开发项目周边的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开工 竣工及投入使用时间 四 长春市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 商品住房的大专及以上高校毕业生 中级及以上职承人员 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人员等流长就业人才 以及进城农民按人才50元每平方米 农民80元每平方米额度给予购房补贴 同时市政府投放5000万元资金以消费券形式 向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发放 此外鼓励开发企业对流长人才和农民购房给予优惠 但成交价不应低于商品房备案价的85% 五 长春程序范围内开展住房公积金商业银行组合贷款 父母子女配偶缴存公积金的可共同使用公积金贷款 仅限两人 六 符合环保消防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允许以拿地未开工及再建的商业商务用地项目 将办公用房设置居住功能 七 对房地产开发房屋买卖 住房租赁和物业服务四个方面 开展联合执法 同时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 长春市按照现行首套房首付比例30% 二套房40% 车库按非住宅征税政策执行 不做出调整 除购房补贴发放消费券政策 暂执行至今年年底以外 其余政策均执行至2022年6月底 首王都市报道 长春楼市新政一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其中有一个是被大家重点关注的 就是允许公积金组合贷款 这个大家最近都在讨论 那大家特别关注究竟什么是组合贷 组合贷的基本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以及相关的贷款流程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咨询了相关部门 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在长春楼市新政发布之后 市民最关注的还是组合贷款的政策 其内容为在长春城区范围内 开展住房公积金商业银行组合贷款 和住房公积金家庭组合贷款 其中公积金与商业银行贷款如何组合 有什么要求呢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随后记者针对此事 也咨询了有关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公积金与商业银行组合贷 首先需要满足公积金贷款的基本条件 如果公积金贷款前提满足不了 则无法进行商业贷款 那么组合贷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呢 大框是出来 这个政策肯定是要落地要执行 但是具体的实施细则什么的 包括我们这开发商这块 包括这个商贷银行这块 具体怎么操作 出来相应政策 然后系统进行调整 然后包括实施细则 包括跟银行对接 包括银行那边也 原来就没有这个 组合贷款这项业务 所以银行也得是说 从别的这个省市 它也得借鉴过来很多东西之后 开展这项业务 据了解 目前有关长春楼市新政的 具体实施细则暂未出台 所以有关组合贷款的办理流程 以及办理实现暂未确定 如果市民有更多疑问 可以在详细政策出台后 咨询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 和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首昂都市报道 现如今咱们已经习惯了 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都电子化 就比如消费 我们很少再有揣现金的了 因为用手机就可以完成 可能接下来 有些个证件也不需要再随身带了 比如说驾照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已经预告 从今天起 包括咱们吉林省长春市在内的 全国28个城市中的驾驶人 可以登陆交管12123这个手机APP 按照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 那这个究竟什么是这个驾驶证电子化 电子驾驶证到底要怎么申领呢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的车辆管理所 在这里记者了解到 长春市作为首批电子驾驶证业务的试点城市 从今天起持有长春地区驾驶证的驾驶员 就可以直接申请电子驾驶证了 咱们这个电子驾驶证呢 是用于部分场景代替指制驾驶证 比如说处理一些事故 比如说处理一些违章 相对于指制驾驶证 它多了一个动态的信息 它只是对当下的这个驾驶证的状态是有效的 就是我们驾驶证在状态正常的情况下 违法未处理的情况下 这些都可以正常申领 但是如果说是锁定或者是驾驶证被停止使用 是不能够申请电子驾驶证的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 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进入交管12123APP 点击左上角的驾驶证 选择驾驶证电子版 完成人脸识别即可提交申请 感觉电子驾驶证也是非常的方便 出门以后也不用揣着驾驶证 马南跑了 已经操作成功 现在正在审核当中 一个手机相当于一个钱包 就各种证都可以在这里边了 特别便捷 尤其是比如说我如果要去外地 那个证不方便带的话 我就直接拿个手机就可以了 那么目前我们吉林省长春市 作为第一批的全国推广的试点城市 截止到上午10点 我们已经有25000余人申领电子驾驶证 后续我们吉林省的其他城市 将会根据国家的政策 逐步开放推行 守望都市孙俏海军报道 长乡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经询问 范某交代了自己当时因不想被隔离 便向政府工作人员谎称是从长春返回 故意隐瞒真实轨迹的违法事实 他安广镇有一个门市 他要装修 他一直着急上场寸卖材料 他得往返于长森和安广之间 有脚印心理在家 他认为自己没啥事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说着一些不好听的 说你们这是打扰我正常生活 成熟的度过来 你非得找我吧 讲法律政策之后 很快到认识自己的违法事实了 并愿意接受处罚 民警介绍 目前范某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被大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处罚 守望都市陈汉广微通讯员建龙 您生报道 为了应对疫情 接种新冠疫苗 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有一部分人 因为身体的原因 不适宜接种 为了方便这一群体 目前全国已经有多地增加 开具新冠疫苗接种 禁忌证明的服务 长春各卫生服务中心 和个别医疗机构 也是陆续增加了这项服务 在长春市经开区 某新冠疫苗接种点 陆续有居民前来开具 不适宜接种新冠疫苗证明 医生正在根据居民提供的相关检查报告 对其进行详细的询问 对所患疾病是否属于新冠疫苗接种的禁忌症 给出科学专业的评估 既往有疫苗严重过敏的反应的人 还有患有未控制的癫痫 以及其他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人 还有正在发热的患急性疾病 或慢性疾病的发作期 未控制的严重的慢性疾病患者 还有妊娠级的妇女 都不适宜接种这个新冠疫苗 这其中有些人群是由于目前正在疾病发作期 或使用药物控制阶段 需暂缓接种 也可以在所在辖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或者相关医疗机构开具证明 暂缓接种的这部分人群 如果一旦症状消失 或者是疾病好转 身体情况恢复以后 可以继续进行接种新冠疫苗 前来开具不适宜接种新冠疫苗证明的 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 及二级以上医院开具的相关诊断证明 本人不方便现场办理的 可以委托亲属代办 但除了上述材料外 还需携带受委托人本人的身份证件 守望都市一辰功雷报道 近年来圆梦大学是吉林省慈善总会 资助贫困学子的重要项目 今年资助力度进一步加大 所有考上大学符合资助标准的学生 每人补助三千元 近日这个助学金已经发放到了同学们的手中 圆梦大学是吉林省慈善总会 针对贫困家庭学子的助学项目 今年该项目更是加大了帮扶力度 只要是考上大专学历以上的 符合救助标准的学生 都可以收到每个人三千元钱的助学款 今年圆梦大学活动开展以来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 也是积极行动起来 慷慨解囊 奉献爱心 来自社会的两百万元爱心善款 加上省慈善总会的活动基金 将全部用于这些有梦想的学子身上 从今天开始 助学款将陆续发放到他们的手中 因为我们采取联合救助的形式 我们省慈善总会目前现在已经发放了 有一千二百人的学生的救助资金 然后后续根据各地的上报情况 然后继续发放 争取在学生开学之前 都不能把这个资金发放到位 今年以615分考入南开大学的 受助学生代表张希丹告诉记者 这次的考试成绩他非常满意 算是对自己12年读书生涯的一个总结 而袁蒙大学项目的资助 更是让他可以顺利入学 开始人生新的征程 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们才能继续在大学能有所成就吧 目前项目仍在继续 只要是符合资助标准的学子 都可以向所在地词上会进行申请 预计10月底完成全部项目 救助档案的审核及善款拨付工作 首王都市张默星南报道 为了全面落实国务院 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的工作要求 和相关通知的精神 长春市相关部门决定于 今年11月底前 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问题 开展专项清理政治 近日长春市民政局官方网站 发布了关于开展行业协会商会 乱收费问题专项清理政治工作的公告 重点对以下社会和企业 反应强烈的问题 进行清理规范和专项政治 1.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 2.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 或者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 重复收取费用 3.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 吸收会员收取会费 4.利用法定职责或者行政机关委托 授权事项违规收费 5.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 6.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 7.强制会员单位参加各类会议 培训考试等各类收费活动 8.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 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 如发现长春市本级行业协会商会 存在上述问题 可向长春市民政局投诉举报 查证属实的依法严肃处理 相关行业协会商会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工信部通报下架了67款 侵害用户权益APP 通报整改210款 侵害用户权益的APP 这其中有没有你常用的呢 一起来看看 近期工信部重点针对APP 违规索取权限 开评弹窗信息 骚扰用户等问题进行了回头看 对仍存在问题的APP 进行了公开通报 截止目前 上有67款APP 未按实现要求完成整改 因此工信部依据网络安全法 等法律要求 对这一批共计67款APP 进行下架处理 并加强举一反三 避免同类问题反复出现 其中下架的APP 包括蜻蜓 FM 汽车头条 万顺轿车 桌面天气预报 换图标 来月至尊 音域 跳跳舞蹈等 同时工信部还通报了 2021年第9批 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210款APP 要求期在9月1日前 完成整改 首网都市张言 于峰报道 日前北京奔驰汽车 有限公司发布了 召回信息 召回部分国产 EQC车辆 共计796辆 那具体的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利民发布台 2021至2022年度 公热缴费工作 已经正式开启 公热状态有变化的用户 请在9月20号前 携带用户信息卡 房主身份证 及产权证 到所属事业部 办理停工业务 并缴纳热费 逾期不再办理 近日 北京奔驰汽车 有限公司 发布召回信息 自2021年8月30号起 召回部分生产日期 在2019年6月12号 至2020年6月18号期间 生产的国产EQC车辆 共计796辆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 免费检查空调排水软管 是否安装到位 并根据需要 更换新的排水软管 以消除安全隐患 9月2号0点30分 至5点30分 宽城区 城郊宫店 宁北甲县 宁北乙县 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 富营路以南 北凯旋路 东西两侧 风宽仓储 吉林正大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新达轨道交通 设备配套有限公司等 吉日起至9月5号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部分小区用户 进行入户安检 具体安检区域 春铁新城 电厂小区 司法宿舍 远东小区 万龙国际城 长江小区 华方状元府等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中国移动全前照 畅想智慧云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 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书 裁定书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 代表着国家的司法权威 案件当事人 以及负有执行责任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 都必须得执行 但有一些人 总是抗拒执行 最近长春市 陆园区法院执行局 在执行一起合同纠纷 案件的过程中 这被执行人 就是不肯还钱 这边找他 还说我正在银行呢 实际上 他是坐在麻将桌前 正研究这把牌 胡什么的 被执行法官给堵个正着 这把 不管是麻将桌前 还是麻将桌外 他都得包装了 张小龙 谁是张小龙 你是张小龙是吧 放下楼 把麻将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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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下 放下 刚刚看到的是近期长春市陆园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 视频中的这名男子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中被执行公司的法人代表张某某 至于为什么会在麻将桌前将他找到还要从案件执行前说起 这个案子是一个租赁公司和一个个人产生的纠纷 当时是这个租赁公司说是承包那个校车给这个个人 然后这个校车可能就是没有及时出 然后导致这个个人呢有一定的财产损失 因汽车租赁公司为履行义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后公司查无可供执行财产 法院多次催促还款 张某某均愿意还款 转眼时间到了今年的4月20号 法院再次联系张某某 喂你好 请问一下你是张某某吗 是 此时张某某告知法院已到银行 准备履行还款义务 可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钱款到账 经法院调查 事情让人大跌眼镜 然后说是对工窗口人员有点多 他们正在排队 并把这个银行的位置发送给了我 其实根据我们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此时这个法人正在麻将馆打麻将 然后我们赶到麻将馆的时候 法人表示特别诧异 于是便发生了新闻开头的一幕 执行法官在麻将桌前找到了张某某 并将其带至法院准备采取拘留措施 迫于这个拘留的压力 这个法人当天履行了一半的金额 尤其父亲作为担保 承诺说是三天之内进行履行 三天之后他这个案子就履行完毕了 对于他这个欺骗的行为 我们也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至此本案成功直截 守望都市军阳 杏南报道 近日长春七海警方经过侦查 破获了一起系列骗车案 不但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还将部分车辆追回 那今天警方将被骗走的十多台汽车 返还给了车主 他说他是那个搞旅游的 会有外地的游客过来说旅游 让我们过来租了很多汽车 当时我们也信了 后来联系不到他了 完了直接打电话也不接 完了我们就感觉不对 就去那个东风派出所进行了报案 接警后 东风大街派出所迅速开展工作 经多地取证 通过抵押合同 转账记录 借条等文书信息 发现租住在南关区出租房中的曹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过侦查呢 到了6月份 将那个犯罪嫌疑的曹某呢 招呼到案 京都审 曹某呢 在室内一共大小四五家 四十七十公司内 天早上大约十八台 时候的丰田高级那个月 都迈到了青海 西藏 新疆河北山东等地 刘所长表示 犯罪嫌疑人曹某 伪装公司老板的身份 以急需大量越野车为由 将车辆骗走 还伪造租车协议 将所骗车辆 以抵押车的名义 卖给了十多个省市地区的车主 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一开始的时候吧 他肯定是不承认 他承认说 我就是租住去了 但是后来我找这些被害 根据车的这个车牌号啊 一问车主 车主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回来 他伪造这些合同啊 银行的家手 咱们到那个网银行一查 全是虚假的 这样他的证言就不公自破了 今天上午 长春市公安局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现场向受害人返还 十四台被骗车辆 活动现场 受害人从办案民警手中 领回追回的车辆钥匙 感谢那个汽车局的民警同志 也是感谢那个东风开发区的所有民警 因为我们在汽车过程 确实感觉到了民警的付出与新度 守望都市报道 中国移动全天照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接着来关注新闻 随着公安部部署开展了团员行动 年初以来 我省民警经过大量工作 帮助一些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 最近根据来自河北省苍州市 杨先生的求助 长春弃开警方就成功地 比对出一条线索 帮助杨先生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今天上午 这对母子32年后 终于就别重逢 画面中的这对母子跨越了32年 在今天终于相认 而这场寻亲之旅还要从今年的7月29号说起 当天 长春市公安局契开分局接到了河北省昌州市 杨金江先生的求助 他和我们叙述 杨母在河北6年前去世了 去世之前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他了 说他是被领养的 亲生父母在长州 据杨金江说 杨母告诉他 自己是两名汽车厂工人爆来的 随后民警以这二人为线索 进行排查走访 但没想到的是 找到二人后 对方称 孩子是从另一位女职工处爆来的 而这个女职工 是从工具厂调到一系散热器厂的 他们并不熟悉 并且这两个工厂 多年前已经解散 从工具厂调到汽车厂散热器厂 这个人 当时谁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找了很多人 这个人就找不到这个女同志是谁 后来我们通过情报分析了 一步一步找到王姓的这个女同志 他想起来 他当时他的邻居介绍 民警随后在户籍系统 先后排查了700余人 成功核实到了居民阎某 32年前 曾送出过一名男孩 民警通过对阎某妻子景舒华 进行生物检裁提取对比认定 确认杨金江就是景舒华 试散32年的儿子 鉴定一见 杨金江与景舒华符合单亲遗传关系 母子团圆 幸福一假 整整32年 今朝让我圆磨 然后我真的今天是特别激动 然后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我能与我血脉相连的 我能找到我至亲的鼓动 依次来长春的时候 我内心的感觉是特别渺茫的 一心只想找我们人民警察 我觉得他们是最值得我信任的 感谢 感谢所有人 感谢 感恩这个社会 32年的骨肉分离 这样一个数字 对于任何家庭来说 恐怕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而幸运的是 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 这样一个困难重重的寻亲梦 变成了现实 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些社会的 帮助我所有的人 所有帮助我 所有跟我 找到我的儿子 守望都市 新京 丙风报道 前几天 公主领交警 在路上遇到了一辆面包车 在路上是走走停停 很多奇怪的现象 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蓝停车辆后 民警一检查就发现问题了 这辆车超圆 这段视频发生在2021年8月23号 当天下午6点多 公主领事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 大领中队的民警 在辖区巡逻 一辆面包车 路域交警是走走停停 民警将其蓝停检查 好家伙 这驾驶员是知道车辆 只能坐7人 还是上了9个人 这可是明知不犯啊 执行民警依法对驾驶员 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的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200元 驾驶证继6分的处罚 随后 对驾驶员及乘客 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责令驾驶员 将超圆人员进行安全转运 守望都市 白哥 通讯员 马辉 谷文贺报道 告别了夏日炎炎 我们迎来了秋季威风 喜欢花卉的朋友 这时候一定不要错过 长春世界雕塑园的百日局 漫山遍野的百日局 形成了一片花海 大家不妨到那里拍照打卡 告别了夏花的璀璨 您是否也想感受一下 秋夜的静美呢 那不妨来到我现在所处的 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在这里呢 颜色迥异的百日局 错落有致迎风招展 在蓝天白云的硬衬下 仿佛一张张舒展的笑脸 在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百日局又名百日草 雨尾局 步步高 火球花 对夜局 秋螺等 有趣的是 百日局的第一朵花开在顶端 侧枝顶端开花 比第一朵开得更高 所以又得名步步高 被人们赋予了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 我们这里采用了黄色 橙黄色 粉色 还有霉红色 红色 还有绿色 一些个大色块的一个方式 构成了一些几何图形 那么这样呢 也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 一个视觉冲击的一个效果 漫步花海 层层的花浪 让人沉醉其中 花海还贴心 设有小路 方便大家赏花拍照 主要种植了两块 两大块 那么我们看眼前的这一块呢 是前边高 后边低的 有一个地势 那么这一部分呢 大概有两万瓶左右 那么在它旁边呢 还有一部分是将近一万瓶吧 那一部分也是白日草 那部分是各种颜色 混合种植的 也是给人一个很好的 一个视觉的冲击力 据悉 百日局的观赏期长达百天 当颜色各异的百日局 退下观赏花卉舞台时 雕塑公园的红叶 也将身着一席红裙 登上舞台 游客置身花海 即可寻觅 秋的美好 守望都市赵新 张阳报道 当然这个季节 不光有好看的花 下秋交替的时候 也是蚊虫出没的旺季 有这么一种小黑虫 长得比芝麻还小 但是要被它咬上一口 起的包比鹅蛋都大 看起来像是蚊子的亲戚 但实际上 比蚊子可要凶很多了 而且这虫子 听名字就挺猛 这种小黑虫 俗称小咬 学名叫猛 猛一般不会单独行动 而是成群结队 一窝蜂的飞舞在半空中 猛是蚊子家族亲戚 但是体型却比蚊子小多了 而且飞行速度特别快 难以捕捉 要是不小心被它咬一口 可能会出现水肿 发炎 起氧无比的症状 严重的还会出现 秋枕性群麻疹 严重的会出现 大面积的红肿 可能大人来说 相对来说好一点 因为免疫系统 比较健全 但有一些过敏性人群 特别是一些婴幼儿 它的这种过敏性反应 就会比较强烈 就需要特别的注意 猛喜欢湿度高 有积水的地方 市民很容易在公园 湿地湖泊旁边碰到它 湿度越高的情况下 它猛的繁殖效率 就会非常高 因为它主要的生活环境 它是在湿润的土壤当中 还有一些湖边 灵湖的一些湿润土壤 里面来进行繁殖的 专家提醒 如果市民前往公园绿地 首先要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穿上长裤长袖 喷上虚纹叶 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 被蚊虫叮咬 同时也要避免在黄昏的时候 去到有水体等潮湿的地方 因为水边的湿润土地 是猛的主要繁殖区域 避开这些区域 才能避免被猛叮咬 除了室外 对于室内的低楼层住户来说 同样也要注意 它的飞行能力 还没有蚊子那么高 所以只要是 小区里面的这些绿化 它能做到及时的修剪 能及时的避免积水 那其实防止小咬 对于高层来说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对于一楼和二楼的话 可能还是要注意 就是要装纱窗 相对来说 比较密的纱窗 可以有效地防止 它进到屋内的叮咬 和蚊子不同的是 目前并未发现 猛会传播任何疾病 它对人的主要影响 主要还是皮肤搔痒轰肿 但如果不小心被猛叮咬了 也不能大意 应该迅速进行处理 怕质糖喝减醇 俊乐宝减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酱心美味 醇香牛肉 好运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星际座舱四号QX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个人结构性存款 好收益 放心存 盛金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